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海棠 上次罗根过来的海棠 经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缓苗成功开始长芽 并且从顶部长出花苞来开花了 海棠开花是非常漂亮的 虽然说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但是呢我是投便宜买了个罗根苗子 待着上只要芽好能够开花就行了 它开花开的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有一定的淡淡香味 趴上门的话香味是比较重的 它现在花马上要开败了 而且底部开始长芽了 芽子长出来以后 看着形体不好看的 长得交叉的枝条 心芽直接给它抹掉就行了 然后剩下的过长的枝条 这些枝条长出来会不断的往高着长 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修剪 一般的话 我们只需要保留两到三对叶片就可以了 这样剩下的给它剪掉 剪掉以后 它剩下的枝干会快速的变老化 枝干变老化 逐渐的变粗 变粗了以后再取毛芽 这是它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们养的海棠花 它的花是从老的枝条上 当年生到老枝条上开花的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说无条件长内芽 到最后就会不开花 因为它的芽点 全被叶片和新芽掌去占领了 它很难去长出花芽来 所以说及时剪掉 吐进枝条老化 特别是到了秋季 别去给它修剪 让枝条变老化了以后 它花芽就会分化完成 到了冬季就能够开花 这就是它的养护方法 平常养护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放到太阳光充河的地方去 盆土里边加点原土进去 然后陪土栽培它 经常浇水的话 土抠一下 干下去一两公分 直接给它浇透水 再就是定期的 给它补充肥料了 肥料很简单 盆土表面撒缓式肥料 这么大一个盆 撒个三四十粒 三个月到半年 去给它撒一次 夏季三个月 其他时间半年给它撒一次 然后平常浇灌 直接用多元素的 复合肥料就行了 多元素的复合肥料 一个月两到三次 浓度不要高了 一比一千的浓度 这样就能够保证 养分不充足 它快速的生长 不会出现问题 特别是夏季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遮阴的工作 遮掉30%到50%的光照 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去养它的话 就不会出现问题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跟小七点个赞 点个关注再走 谢谢大家